产品的一个评论的区域 我觉得这个区域很重要 我们需要调入一些真实的一些数据进来 因为它这里面的话 是只是说系统随机帮我们生成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那把数码通上面的一些评论 因为我们看到数码通上面的话 它有3805个评论 我们可以把它上面的评论 比较好的一些评论直接调用过来 那怎么样把它的评论调用过来 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插件进来 那么回到我们的Shopify的一个后台 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应用点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 L就这个词点击就是第一个 这个的话是专业的一个评论插件 那它会自动帮我们把 数码通上面的一些评论的话 直接导到我们的一个产品页面 我们点击这个安装 如果出现这种错误的话 我们刷新一下就可以 这里点击一个安装 它会跳到这个页面 这个插件的话它是一个Shopify的插件 那它提供了一个 那它提供了一个7天或一个14天的一个试用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因为它这个可以导入我们数码通上面的一个评论 那确实的话 那现在的话你可以先跟着有风一起来学习 一下怎么操作 等一下你会看到效果 那你自己就能判断 那它这个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看它有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些功能 点击这个开始14天的一个免费试用 点一下它 如果你不想试用的话 在你的一个应用里面把它卸载掉就可以了 这里点击一个批准 那你14天的免费试用将于5月30号结束 今天是5月16号 那差不多半个月 点击一下批准 半个月以内 你就随时在我们这个应用里面 把它卸载掉以后 它就不会 那你就可以解除适用了 那后面它就不会扣钱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跟着它的一步骤 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设置 那大家一定要跟着有风来操作一下 那我们点击这个继续 这里选择我们店铺的语言 我们英语先英语 那这里选择我们这个评论 到时候它出现以后 它怎么样进行一个排版 那第一个的话 是进行一个瀑布流的一个排版 那我觉得第一个效果比较好 我就直接选它 点击个继续 那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选择多少天以后 系统给买家发送一个 请求访客评价的一个信息 就相当于我们在逃跑上面 一个好评反线一样 那我们选择这个14天 后面选 就是它收到订单以后 多少天也得给它发送这个消息 就是请求它评论 当然的话评论也是需要一些优惠的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的话你可以给它一个 比如说15% 优惠信息 如果它发送图片 如果在评论里面 提交了图片和视频 那也可以改10% 15%都可以 比如说我给它15% 如果它上传了图片就15% 上传了视频 那再就是20% 点击一个继续 就它鼓励他们去进行一个好评 那这里的话还可以设置一下 我们的一个推荐系统 顾客的话 他还可以帮我们的产品的话 推一次把我们的产品来介绍给他的朋友 那他介绍给他朋友的话 也是会有好处的 好处的 比如说给他10% 或者说给他5美元 这个软件设计的非常好 我们点击个继续 这里的话会显示 比如说他推荐给他朋友 他会显示的一个样式 那我们点击个继续 然后我们这个推荐系统 显示到哪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显示在我们旁边 刚才的话已经有个动画 大家看到了 点击个继续 这里的话给他多少优惠 给他多少奖励 我们这里填一下 点击个继续 接下来的话 这一步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LOOX的一个脚本的话 增加到我们的一个产品模板里面来 那怎么增加呢 我们点击他这个按钮 点一下他 让他会自动的话 把他这个插件的一个脚本 增加到我们默认的一个产品页面 这里的话 他说这里已经激活了 好这里显示一个激活 激活我们点一下右上角这个保存 一定要点一下保存 点了保存 以后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他会自动进行验证 显示绿色色 说明已经验证成功 我们点击个继续 继续的话 他可以增加我们这个产品的评论的一个小工具 到我们的一个产品页面来 让我们把它加进来 点击一下他 左边的话他会默认的 你看自动的话 把这个产品的一个评论的一个页面的话 直接的话加到我们这个产品的下面来 因为他自动的加的是我们的一个默认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模板 因为我们刚才用PagePilot的话重新建了一个页面 我们需要重新在我们的PagePilot的模板里面 同时也加上这个产品的一个评论的一个小工具 我们先这里先点击保存 再来到我们的一个PagePilot的一个模板 那这个就是我们点击这个产品 点击这个PagePilot点击它 往下面拉 拉到 我可以把左边的话先收起来 收起来以后 我们这里可以点击一个增加区域 增加区域的话 我们这里有 这里有个应用 我们点击一下它 这里有一个PagePilot的一个 这个就是产品的一个评论小工具 点击它 那它会自动加到我们这下面来 那这里的话已经加进了 但是我们需要挪动一下它位置 挪到这个评论这个位置来 那我们直接拖 拖到这个副文本下面 拖到这里来 拖到我们这个产品评论这个区域下面来 好 这里的话我们也拖进来 我们点击一个保存 保存也好 以后的话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它会自动进行验证 显示绿色的话就没有问题 点击一个继续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增加这个评论的一个小工具 那么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这评论小工具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那它有多少评论 它直接是调用我们这个数卖通上面的一些数据 然后这加到哪个位置 因为这个是默认的模板 我们不加到这里 但是这里我们要点一下保存 因为等一下它这边会进行一个验证 同样的话我们来到我们这个产品 选择我们PayGpilot这个页面 然后把我们这个小工具的话加进来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看一下 我们在最上面这个产品信息这里 这里有个增加快 我们点击一下它 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 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应用 应用的话这里我们选择一个评分这个小工具 点一下 我们再把它挪到我们的最上面来 挪到我们最顶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的话有一个1000多个评论 第二个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了 就把这个的话给删除掉 这样的话我们的评论书也是真实的 拉到下面的话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评论等一下也会是真实的 我们点击一下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页面它会自动进行验证 这绿色的话没问题 点击个继续 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导入我们的一个评论 点击这个导入 这的话现在它出现这个按钮 我们把这个的话往上面拖 拖到我们的一个收藏夹这里面来 我可以点击一个完成 来到我们的数卖通这个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那本期的话实操环节比较多 那兄弟们的话 记得一定要跟上游风的一个步骤 如果你看一次没有看明白 那你可以暂停返回 那多看几次 那现在的话来个page pilot 现在来到我们数卖通这个产品页 点击这个按钮点一下它 这里的话它会 我们可以选择你要导入多少评论 比如说导入100个评论 那这里的话选择我们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我要导入到我这个产品里面来 那点击一下它 那也可以设置一下 导过来评论的话 翻译成什么语言都可以 然后英文的话我不需要翻译 我直接就可以了 点击一个预览或导入 这个时候它就会调用 我们这里面的一些评论信息 那如果这个评论你不需要 觉得不好 那就可以不要这个 那觉得这个可以 我点击一个导入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我也点击导入 我觉得不好 拒绝点这个 那绿色的话就有导入 红色的话就拒绝 比如说这个有图片评论的 我觉得可以点击一个导入 这个也可以点击导入 可以点击导入 这个也可以导入 这个的话我不喜欢点击一个拒绝 这个的话可以点击一个导入 这个可以导入 以此类推 大家的话你想导多少进来 都没有问题 导好以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上面 这个完成一个导入 这个的话已经完成了 导入完成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产品页面 回到我们的产品页面 我可以看到 这个产品的评论 你看是不是 默认的话 它就会被倒进来了 那一旦有买家进入我们这个页面 那看到这么好 看到一些真实的一些评论 下面有真实的评价 还有图片 那我相信的话 下单的转换力会高很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手机端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往下面拉 那我们从上网下面看 这个产品页面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上面的话有我们的一些买家评论 那有一些物流运输的一些信息 有推款信息 这是我们产品的一些介绍 这是我们的评论 评论你看下面的话 还有这么多买家秀 看起来的话非常非常的专业 这里的话提供 比如说30天的一个推款保障 那这个多少天你可以自己设 那下面是我们的一些影视政策 购物条款 服务条款等等的 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台式设备 那差不多我们整个产品页面 就已经优化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眼睛的话 你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产品页的话 现在的话大概长什么样式 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有评论 那整个产品的话 看起来的话非常的专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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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